没想到一部良生,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,竟然牵扯出一部年度大戏。 钟翰良马天宇孙怡这三个人,现在已经不知不觉的死了好几天,先是孙怡发了一条跟马天宇合唱的《我们不一样》,被一丝粉丝钟翰良人品诧。 之后因为节奏被带得太狠,孙怡很快就删除了这条微波,而这波节奏是怎么带起来的呢? 因为良生巨组,有位工作人员竟然实名爆料了钟翰良。 钟翰良在拍戏的时候把孙怡欺负酷了好几次,不让孙怡补妆还不给打光,自己带九个助力一圈保镖。 这段话写出来简直是让人无法相信,如果没记错,这还是钟翰良第一次被真的黑了一把,可能有些人觉得钟翰良已经快五十岁了。 跟九三年的孙怡拍戏,确实是压力山大,怕自己太偕老而把最重要的反光板抢过来也说得通,而且还不让补妆。 再加上剧组一跳小鲜肉这对比不要太大,如果事情真的这么简单也就好了,关键是钟翰良的这个爆料太蹊跷。 剧中男二马天宇的粉丝跑到钟翰良评论,钟大帽抢一马天宇的戏,骂得实在是难听,更夸张的是在孤邦中原本被吐槽的杨颖抠图,现在被有些人扒出来开始攻击钟翰良了。 不仅如此之前被套在杨颖身上的那段,走一步算一步前,现在又成了钟翰良了。 当然钟翰良的粉丝也不是就任凭别人大节奏的,之前拍戏的时候为了让女演员少鞋被可到,不惜让自己的肘不鲜着地,看起来却石疼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